就是這個是只要現場如果有 覺得不舒服就是 我都會定期的洗它們 很香只是舊了點 哈囉大家好我是韋寧 歡迎來到What's in my bag 這個是我的包包 平常呢我包包裡面會裝什麼東西呢 讓我一一來為大家介紹 第一個呢這個就是我的 Mr.Potato 它裡面呢就是 裝了很多就是我工作 必須要用的一些安全措施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工作上面所需要用到的 都在這一包裡面 然後這是鴨子 那這裡面就是基本上都是放一些我的 紙巾就是一些清潔的酒精 然後還有就是出去外面 怕不知道會不會受傷 然後有一些護理包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 就是工作需要空閒時間前指甲 所以指甲倒是必備的 就其實我覺得這個 就是當工作人員在幫你 處理什麼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直接講說是哪一代 對他們來講是非常方便的 譬如說幫我拿一下鴨子 然後幫我拿一下Potato 他們就會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 這裡面就是放我一些平常一定必備 因為我出門的時候其實 就會補一些眉毛跟腮紅跟口紅 因為我想要出去的時候看起來氣色很好 所以就還會有一些 眉筆這個口紅 然後我的護唇膏 還有讓自己有光澤的這個聚光棒 對這些是我的另外一個化妝包 大家不要看他就是顏色好像有點褪色看起來很髒 我都會定期的洗他們 只是他們真的用很久了 因為我個人是一個就是很洗舊物的人 所以怎麼樣我都捨不得丟 所以他不是髒 他是很香 他只是舊了 大家幫他補光的時候 讓他們補得看起來年輕一點好不好 我看起來有些年紀了 再來就是 Cornel會有一些那種就是他們會送的這種小的化妝包 那這裡面我就會放一些我的日常要吃的微糖蜜 除了微糖蜜之外 喔包包好多東西喔 還有我最近在喝的中藥 等一下我把它喝掉 這是今天夜的份量 然後最近有在做功課 大家應該都知道方思琦的初戀樂園 對我最近在做這個功課 這個 這個看起來比較新一點 這裡面是我的護身符 1 2 等一下拿出來很虔誠 3 5 4 5 6 7 8 差不多 這個 怎麼覺得很像 道士 這想要特別介紹一下 因為那些紅衣小女孩的時候陪伴我 度過就是兩年很 就是很緊張很黑暗的時光 就是這個是只要現場如果有 覺得不舒服就是 就是 這個的話我都是就是別在就是身體 最靠近身體的地方然後跟著拍戲這樣 然後 就是我的手機 然後跟耳機就這樣 耶我的包包就這樣子 必備三樣 啊這個啊 這三個 就是酒精的補妝的跟護身符 其實我覺得愛地球最簡單 當然大家都知道說現在一定要用環保碗筷 然後用那個環保吸管 除了這個之外我覺得隨手關燈 然後節約用水這個超重要的 譬如說因為我有自己在家煮飯的話 你看家裡面的洗米水 它剩下來的水其實就可以拿來洗碗 肥皂剩一點也不要丟 你可以把它放在絲襪裡面 搜集好幾個小香皂 然後它黏在一起之後 它又變成一個新的 可以持續使用洗手順手的一個 很環保回收的一個方式 以上就是 What's in my bag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問我喔